那些评论我的人啊 很多人可能就是本来就是穷 他根本就不知道 混到就破圈 混另外一个圈子是什么样子 我混到过富人的圈子里的时候 我会跟他说 不是那儿没有好人 你看有一个韩国电影 就是叫寄生虫嘛 富人给大家的温暖非常非常多 但他二分之一选择的时候 咱了你都没事 你就是蝼蚁在他看来 这些网友啊 他们根本就不懂利益 如果你还是在这儿儿女情长 你还是那种人情冷暖 就不要出来混 你有这时间 你还不如当一个普通老百姓 陪陪你爹妈呢 第一次访谈完 我觉得他的一些言论 会被骂得很凶 然后他这个电话也要被打爆了 让我其实出乎意料的是 他希望再给他做一期跟进的访谈 然后第二次访谈的感觉是 他这次不仅会被骂很可能会被打 然后我觉得太非一说四了 这个人有毒 我觉得做老周这期片子 有点像吃河豚 就是你明知他有毒 但是好像你要用特别的烹饪方法 你希望你的客人能尝一尝 他真的很鲜美 问一问题 你究竟是不是一个坏人 哎哟 这个怎么定义呢 我觉得您说害人的人算坏人 我觉得吧 就是如果说是个孩子的话 你看咱们采访的时候 人家说我又自卑又自负 我这个自负呢 是来自于我对我当时很多能力的自负 我骨子里看不起很多人 因为我虽然是老百姓 但是我已经小二十年 我没缺过钱 这都靠我自己努力 就是说我以前老周给很多人点赞 他们发现我 他会去 你认识老周是吗 是这种的 我根本就不得到很多人 我为什么要跟很多人好 也是因为 就是说我想从你这儿拿来一些利益 我可能现在还在淤泥里混了 但是我心里我跟你是有界限的 我如果没有这个边界感 这个人永远你是再也破不了圈了 就我现在我跟你们在一块儿当奴隶 但是我告诉你 我自己心里我根本不是奴隶 我没有办法 稍微有机会你就知道 我还会比你们强 我心里就是这样 我sorry啊 我可能跟我身边的人 我说句抱歉 我心里我跟你们就是有界限 这没办法 改变不了 人生是游戏嘛 跟打游戏一样 我是一个打过黄金战场的人 我现在在青铜战场里混 但是我知道怎么回到黄金战场的路 就是访问过程中我发现 你经常会 就是 你经常会提到自己是个坏人 或者做了很多坏事 但是呢 我在想一个真正坏的人 为什么要承认自己坏呢 承认自己坏的人 当你是不是一个坏人 是这样 在情感上 我当过渣男我是坏人 然后在工作上吧 也算坏吧 别人的努力 我可能利用关系 我代替了他 我赚到了这个钱 算坏吗 也不算 那你把所有的这个寄希望于大哥身上 或者寄希望于找一个比自己厉害的一个阶层的一个女人 那是不是有这种依赖心理 没有 没有 完全没有 而且你说女人吧 我 就是怎么说呢 我人生的有一两个转折 还真是靠女的 当然人家给我介绍关系啊 那也无所谓吧 谁 男的女的帮你不都是帮吗 对吧 首先我是两个观点 第一个观点是一将功成万古枯 第二个观点是 这些说出来这些观点的人 首先你不尊重女性 你干嘛说 男的靠女的上面就不对 但是你看不起女性 我站在女性的角度 我要替女性发一句话 我们女性不能强吗 是不是 我们女性就不能 对吧 我帮男的吗 你看 就是在中国 我觉得很多地方对女性就是不尊重 你不要觉得我是在POA这句话 我给我自己证明啊 就是说 女的帮我怎么了 是不是 什么叫靠女的上位 你是看不起女的得来的这些东西吗 我觉得很多女的能力和忍耐力 还有就是对人生的AB选项的决断 比男的要强很多 女的真的是会为了爱 但是还是会跟你分开 我断思连的是很多男的 对不对 缠着人家女的是很多男的 很多女的背小三也是因为男的 我其实更喜欢女的 在一块跟我的一些合作 因为女的很简单 我这点挺感谢我的经历的 我很早就吃过剑 因为我以前是托尼嘛 我剪女头发剪得特别好 我有好多女客户 就是我从二十几岁到四十岁 我身边的男的朋友总说 我到老周身边女的太多了 美女的真的是特别多 当然我人生我也飘过 我虽然我的飘的状态里呢 我虽然是我身边有女性的好朋友 但是我在情感上 我会选择一些 就是我不想跟男交朋友的女孩在一块 但那段时间算我有点飘 我当时女朋友多的时候我在天津 在天津啊 像我这样 就是能说会道 然后呢情商很高的 男的少 而且我很尊重女性 因为我吃过剑 我尊重女性 而女的就觉得愿意跟我在一块 然后呢 我就当时我的心里就是 听着确实挺会三观 我说呢 你们这些女孩呢 就是 每个人不一定买得起爱马仕 但是你们都喜欢爱马仕 爱马仕限量 那我就算是爱马仕 跟我爱马仕 可能跟几天爱马仕也容易坏 也不值得一直拥有 跟我几天 咱们分了 你还跟扣事在一块 我这 我这些POA 跟这些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我总能打动一些人 我连小明星都打动我 咱就不说是谁了 首先呢 我先跟网友们说 我这个脸就是让你觉得不好看 但我拿到的结果呢 就是挺好的 这个抱歉 这个抱歉 因为这个世界很多人喜欢有内在的人 一言难尽 但是很奇怪 你又觉得很有价值 去让更多人看见他的想法 首先我一直定义我们的栏目 是现代预言 我们不是一个考据的节目 我们也不是媒体 我们不承担 确定他讲的每句话都是真的 这不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但是 如果他的故事能够 踏实到你 给你一些启发 那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事情 他不是叫佳藤吗 就是说那个他不像一个大哥 他像我的一个我们是好朋友 他特逗 他有一次啊给我看了好多女的照片 他让我一张一张地看 然后他就问我这好看吗 那个好看吗 我都说不好看不好看不好看 他说OK你看那个周丧 咱俩能交朋友 我说为什么呀 他说你看这几个女的都是我觉得好看的 你都觉得不好看 那咱俩可以交朋友 我们俩在还挺浪漫的 我们俩在一个大大的夕阳下 喝着啤酒我们俩聊女人 我问他好多就是日本的这些 就是男人之间的这些事 我真的我当时我这个求知欲也是 我翻着字典 我问他这些女人的事 我真的想知道 他也想知道 我们俩就是在一块儿求知欲吧 两个人在一块儿 夕阳下在一块儿研究这个 你要远看啊 看这俩挺正能量的 其实你走近了 他妈说这些 你看你又回到电影 有一个之前有个低俗小说 约翰特拉沃塔和赛斯尔 他俩走了一路 都是说的一些没用的话 我俩每天都在说这些 就是这种 你说他俩关系好 真的挺好的 过命的交情 我们就是在这儿说这些 越来越好的 而且日本人有边界感 比如说你我是朋友 然后还有几个人 咱们几个人是一个小团体 那每天基本上咱们都约 如果呢 咱们五个人是一个小团体 那明天你想带第六个人 介绍给我们的话 我们是不太同意的 我当时跟他们交往 我看了很多日本人 在一块儿的礼节 还有日本人的性格 我什么都是做研究的 你别看我没有学历 我干什么都 我之前有很多美国朋友 黑人朋友 我要好好看 到底什么时候该跟他说 bro 你不要说你狗 他们之间可以说 这些都很重要 然后你跟他说话的时候 有很多话英语 你绝对不能说 我都要学 学会了 当时你看有外国人去世了 我们要不要随份子 我都看过 就后来我就是语言不太好 我语言好的话 我在他们那绝对 就是引领他们 在一块儿出去玩 但是我跟那个大哥呢 是我俩是先是朋友 然后呢 又在一块儿能做事 而且我们都是有结果的 不是说那个造梦啊 初创啊 没有 都是就是有了我 就能做得更好 他说你们中国人来旅游啊 其实去的地儿呢 都是很多中国人开的 还有很多呢 都是玩的地儿呢 都是一些游客去的 其实深度的游呢 你们并没有体验到 你们包括一些就是 就很多 你们其实真正想体会的 泰国的很多东西 其实都是日本人开的 他说但是呢 就是泰国人的骨子里 其实只是想赚中国人的钱 他说这样 他说你咱们能不能啊 就是说你让他们 都来咱们这些地儿 咱们可以就是说 更取悦中国的游客 然后呢 他当时呢 对我的保障是什么呀 就是说如果咱们建立好了 这事呢 就是说给我一些股份 然后分红呢 直接就是整体的这个 那很多很多了 当然还有一些 就是不上台面的一些地儿 娱乐方面 比如说按摩呀 这个这个洗浴呀 还有这个这个 蹦迪这些 对 叶总会 他小目标是肯定有 命运的齿轮要转动了 那个时候 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 这个时间点啊 是科比去世的那天 是我倒数第二次回泰国 回曼谷 那次回去 就是要跟他 把这个事定下来 后来就众所周知的 疫情就来了 疫情就阻断了 我们所有的事 完全咱们这边不能再去的时候 我的日本的原来的那些好朋友 给我发印子 跟我说 大哥去世了 在越南喝酒喝酒了 没有疫情 我那大哥不去世 我其实 那个时候的我 咱们也不会认识的 其实我一直想去趟他家 他著名古屋嘛 我想去他家祭拜一下 这一说话都已经快四年了 我们是朋友 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偶然也是必然 看起来是偶然的事情 这个人就长成那样了 其实也是有他的必然性 对 不管怎么样 其实是你会用 非常规的 你不管是否非常规 是属于自己的 用退友的方式 退友的方式 但是他有一定的失败率 但是对你而言 其实可控 可控 你也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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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很多就是社会上的知识 但是呢 在对一些事的判断上 还是需要一些硬实力的 我在这些方面 我特别地缺失 所以呢 就是在能五百万到一千万的时候 我就抓不住了 您看当时吧 就是我帮着一个 咱们现在耳熟能详的一个地产品牌 我其实帮他做了领导一的事 这个地产呢 要把这片地给收了 不是已经收了 但是呢 有这些钉子户不走 是我帮他们解决的 我当时才三十不到 二十块 快三十了 当年还都有黑社会呢 我就站在那个 他们在钉子户 其实都是黑社会 我站在他们眼前看了半天 我怎么解决他们呢 当时因为这个地产这个 可以说这事儿 就告诉我了 你把他们铲了 然后呢我们开始开工 你小周你看看你有什么关系 我们搞定 因为他是一个外地的大的开发商 哎 我想我怎么办呢 OK 因为他们是坏人 都是黑社会让他们在那的 就跟那个高气墙那种一样 肯定是抓他们的人知道 他们是谁最坏 我之前因为爱打游戏机 我跟好好多 他一块总打游戏机 后来我们关系就是突破了一些 就是利益啊什么的 我们真的是好朋友 后来他就给我介绍当地的这个 这个 后来就说他们是谁谁哪个高气墙 或者刀割的这个人 我认识他们在他们上面的这个 我跟你说这样 我帮你压他们 压完了之后真给他们清了 你想我一个三十步道的人 我把这个特别棘手的问题给解决了 然后开发商的眼里 我觉得是一个太好用的一个 这个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小火车了 但是我这个小火车就没开起来 然后我记得特别清楚 那个开发商为了感谢我 他搂着我的肩膀 让我看着这个空空的这个工地 他说小周你看看 咱们这你还有什么事能做 你你你做的挺好的 你看你还有什么事能做 我说你看这个知识就是天花板了 我看他五分钟 我说没了 他就使劲揪了我一下肩膀 再看看 我说我还就是砸死了说真没了 他说你行到时候那有事再找你 你想那其实你看就是知识的天花板 你已经找到了 你送了你的肩膀 你把那肩膀的因素 你进点几乎的时候 你帮我把这个月 你要是什么 我看我 我看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其实我人生我活到43岁 我一直在自卑 我从我出生到现在 我就没有在一个属于我的平台里待着 小时候有一刻豆 我妈带我在北京 特别豆 印象深刻 北京叫糖葫芦 天津叫糖堆 然后呢 我就指着这个糖葫芦 我说那个给我来一个糖堆 然后这个阿姨卖糖堆 卖糖葫芦这阿姨说 哎 你孩子天津呢 就是觉得 我说的 小时候说的北京话 比现在纯多了 然后就是说 我是个天津孩子 我怎么是个天津孩子 我从小我就是挺挺奇怪的 也没有嫌弃 就是说 我到底是哪儿的孩子呀 我会这样 因为北京的女孩不爱嫁 我妈属于外嫁 然后我父亲这边家庭也一般 我觉得我小时候是北京孩子 但是我的邻居的这些孩子欺负我 他总让我说天津话 小时候我就不会说 然后就欺负我 然后我姥爷就是浑身的 就是老北京的老北京的那种作脉 他是那种 我爱不太说话 不太表达 在家里也挺有份的 每天早上起来就是听 北京叫匣子 就是听收音机 然后喝一口 早上起来就喝酒 我们在一块就是大家庭长大的 我妈我姨总说我老爷特别疼我 但是他妈我体验感一般啊 就是说你说你爱我 但是我感觉一般啊 就是说 所有的孩子在一块的时候 他不是很待见我 他们的潜台词 就我妈嫁给了外地人 其实你说这外地怎么了 这是不是 以前的天津不比北京差 我太小了那时候 就反正总体的体验感一般 就不太看得起我跟我爸爸 别人的孩子就是根本在我眼里没有什么成就 他们就觉得捧得高高的都特别好 所以我第一个想证明的是我老爷 给他证明 当我老爷去世的时候 我其实那时候已经是一个托尼老师了 我是托尼老师 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店了 在他心里首先 这个他不能说 他在他眼里不叫托尼 当然我那年代也不叫托尼 我那是老师 叫师父 当时我还是周师父 他就会觉得这个 当个剃头的 剃头修脚 就这种伺候人 他会觉得我怎么当剃头的了 你知道吧 就这种应该是让他觉得一般 这工作一般 在当时如果是穷孩子里 其实我是早就能一个月挣一万来基础地往上了 也不能说太有成就吧 就是那时候我就想让老爷知道 我赚的还挺多的 你看到他们那些人 我姐夫他们赚的 你认为他们赚的钱 或者工作挺好 他们其实赚的钱没我多 我其实是想用我赚的钱 给老爷买点什么 或者是证明一下 但是呢他就没了 我其实我有的性格也有点像我老爷 就是挺北京话就挺葛的 就我就 他不用表达什么 可能 稍微的一句赞美 我就可能心里挺暖的 其实我人生 我后来我能成功拥有了很多一些东西的时候 都是因为我强大的自卑 这就是原生家庭 自卑反而是一种动力 对啊 虚荣是一个人的动力 所以说你后来其实是习惯跟他相处 习惯正视自卑或者是欲望 我就是一个 我就是一个能直面说出来我是怎么着的一个人 是吧 而且我呢 就是可能我在享受另一个目标 能达成的之后能给我带来的快乐 那种快感更多一点 而且我更愿意去体会一些其他的生活 你觉得假如到生命结束的那一天 你希望在你的所谓慕志明 中国人没有慕志明 假如真有慕志明这回事 你打算怎么写 周欣玩得挺开心 中文字幕志明